我的鉴定结论是 我真不愿意宣布这个残酷的事实 美女卖了三套房子只为买一块木雕 老公和婆婆知道后气得差点逼她离婚 迫不得已才决定上台健保 证明自己没做错 一番操作后专家却小声说道 我可以说实话吗 你先站稳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还得从某档健保节目说起 一位货真价实的美女晚晚上还打着招呼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了一件精美的木雕 主持人见此木雕连连惊叹 其中的细节之处足以看出着木雕出自大家之手 激动的问道 能说说您是怎么得来的宝贝吗 美女面带微笑回道 我非常喜欢古代文化 自从手里有了点小钱 就开始收藏各种古董字画 特别是一些木雕古屏风 这一块木雕就是上个月出差的时候 在当地的古玩市场逃回来的 此话一出 主持人接着问道 这木雕样式活灵活现的一定不便宜吧 可女子却是支支吾吾半天 才说可不是花了不少钱吗 为了这一事我老公都要跟我离婚了 婆婆还直接把我赶出家门 就因为这我才把这木雕拿上来鉴定 证明自己没买错 听到这一话 现场观众许是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开始喧闹起来 这女子花的钱真就足以让她老公都不要她 随后女子给出了答案 这块木雕是我用三套房子换来的 只听见现场一阵道西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 三套房子吹牛的吧 主持人也不免感叹 这可是房子呀还是三套 你就不怕被骗了吗 女子真正有词的说道 当谁看着木雕第一眼就觉得不一般 感觉就跟自己以前收藏的不一样 上面还有一种古老的气息吸引着我 想要买下来的时候才知道价格十分昂贵 当时跟老板商量了一下 就先给了定金 回到家想了想 要是将实情告诉他们 一定不会同意自己买这个木雕 就偷偷拿了自己名下的三套房子卖了 把这个心爱的木雕买了回来 但只包不住火 他们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就被赶回娘家了 我真不愿意宣布这个残酷的事实 美女也是胆子大 三套房子就换了一块木雕 还因此被婆家逼着离婚 一气之下 拿着木雕给专家见地 专家却让女子站稳了才报家 原来是美女老公家还算富裕 领证的时候 公婆就送了她三套房子做聘礼 但就在上个月为了买这块木雕 美女瞒着家里人 把三套房子都卖了 丈夫婆婆知道了这件事 不仅大发雷霆 还说要跟她离婚 也是为了证明这块木雕值那么些钱 才拿着这木雕上节目给专家们看看 现场观众听了女子的话都十分震惊 可美女却非常坚信自己的木雕值那个钱 现场观众见木雕气息古朴 雕刻精巧绝伦 再加上女子信心满满 纷纷觉得这木雕搞不好真的比三套房子还值钱 一番询问结束后 主持人便让女子将木雕交给了健保专家 专家在拿到木雕之后却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可以说实话吗 难道这木雕里真有什么秘密 让见过大社民的专家也不免谨慎起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木雕这种艺术工艺的起源时间其实非常早 在七千多年前的浙江 就已经有木雕工艺品出现了 随着时间的退役 秦汉时期的木雕工艺 也逐渐变得成熟 在唐代时期 民间的木雕工艺更是趋于鼎盛 至今也有不少唐代木雕保存完好 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也受到了不少现代年轻人的追捧 在古玩市场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健保专家也表示 木雕的鉴定还是有些难度 还得让大家伙稍等一会儿 我们需要谨慎细微的观察 在专家们的仔细打量过程中 现场气氛也是愈发沉重 在场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专家的开口 这木雕究竟是不是真品呢 又到底值不值这么些钱 美女用三套房子换来的木雕 健保专家在仔细过后终于开口 你可要站稳了 此话一出 现场观众也是为女子捏了一把汗 专家这话究竟什么意思 难道这木雕根本不值钱 还是说过于值钱 专家接着说道 这木雕出自我国著名雕刻家 楼水明之手 可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人 不知道它 楼水明先生 我国著名的木雕艺术家 素来有雕化状元这称 他从16岁才开始学习木雕 仅用4年的时间就出师了 20岁便名声大噪 晚年创作的少数作品 更是被视为珍宝 比如他晚年创作的文基归汉 就被国家直接列为工艺珍品收藏 听到这里 现场观众也是非常震惊 同时也为美女松了口气 照这么说来 木雕应该真比三套房子还贵吧 可专家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女子慌了 只听专家接着说道 大家仔细看 这木雕虽精美 但内部却有非常多被腐蚀的地方 有些角落还挺严重 听到这里 美女忍不住插嘴了 那这样的话 这木雕还值钱吗 值多少钱 专家看着女子这么紧张 连忙回应 你先站稳了 我再报价 女子听到这话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专家解释道 楼水明先生的作品 在如今的市场上 价格还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 你这块木雕保存条件不是很好 看着腐蚀程度 我们给出的估值是一套房 你回去之后 可以先收拾收拾包袱 还要骂醒你婆婆 当初为什么要把三套房子寄到你名下 听了这话 女子顿时感到天选地转 也不知道回去之后该怎么办 难不成自己真的要被扫地出门了 在这也是提醒大家伙 的古玩收藏虽是个人爱好 但也要谨慎小心 注意辨别不良商家的轨迹 记得下载国家反诈骗APP